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去睡觉了 怎么了 你跟我说 我今天想了一天 其实我从来都不是一个 有斗志的人 你有本事 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还有三个很疼你的徒弟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 我很羡慕你 你可以照顾自己 我一点都不需要担心 是不是因为今天没陪你 所以你不开心再闹别扭 不要这样了 我知道我今天呢 回来都晚了一点 我 我保证明天 整天留在家里 陪你 好吗 我们两个都不小了 不需要一天到晚黏在一起 你专心做好你的事情 你今天怎么了 有点奇奇怪怪的 真的没事 没事 可能一个人 在家里坐得太久了 胡思乱想 睡觉吧 兜个大圈子 就是想说我今天没陪你是吧 今天真的好累好困 睡觉 睡醒觉 睡醒觉再陪你 出去帮我关灯啊 我们今天结婚吗 我们今天结婚吗 你说什么呢 欢迎 欢迎两位啊 先替两位介绍 这是我们公司的老板 John 欢迎来这里 谢谢 你好 我叫Shosa 这位是我的伙伴Simon 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 欢迎 小楠 好了 然后另外这位 我想问 我是不是误会了 其实我是来做高层的 我想你真是误会了 这个其实是他们硅谷的习惯 只要有新同事来到我们公司 就算是来做清洁的 我们都会全体员工一起欢迎她 好了 各位同事 为大家介绍我们公司的 两位新同事啊 这位呢就是电脑奇才 黄小楠小姐 而另外这位呢 就是扑克牌专家 潇洒 各位同事多多照顾 多多帮忙啊 好了 刚才有位同事还没介绍 就是我们公司的高级顾问 Dorothy 而她也是潇洒你的直属上司 很高兴见你 多多指教 现在带两位去你们自己的部门 Simon 你帮我带潇洒 小楠 你跟我来 好 大家可以回去工作了 那这里呢就是公司的技术部 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新的技术研究 还有编写程式 另外我们整家公司 已经做到电脑化操控 所以你看到的比如灯啊 门啊 冷气 甚至是咖啡机呢 都可以用电脑程式来控制 来 继续往前走 那这间呢就是服务器房 同事也是公司的核心 公司所有的数据都储存在这里 我可不可以进去看看 整家公司只有我 Simon 还有老板 才有权限进去 其他人不可以进去 继续往前走 这里是统计部 在这里会收集到不同地方的数据 而每一个数据 我们都会一一整理并且分析 无论大大小小的数据 我们都不会放过 Dorothy 潇洒哥就完全交给你了 没问题 他是我的下属吗 潇洒哥 到处参观一下 谢谢 那天我说想约你一起去 不好意思 今天很忙 要带新人 好的 我会等到你有时间 各位 为大家介绍个新同事 那这位呢就是黄晓南小姐 她以后呢就会跟大家一起工作 晓南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大家帮帮忙 不要欺负她啊 哈啰 大家好 哈啰 大家好 哈啰 大家好 那潇洒 这是你的位子 待会呢我会找同事 帮你准备文具 然后把资料 发到您电邮给你 好吗 好 谢谢 Alex 哈啰 你好啊 哈啰 我叫Kate MITI DSS毕业的 你呢 你好 我是Ada 我之前在硅谷的MS 做了五年的System Development 这两年才回流香港而已 你呢 我是黄晓南 哈啰 你好 我叫Margaret 我爹地呢是创科局局长 你呢 其实我是从最地道的社会大学毕业的 什么 我的天啊 我自学都可以进来工作 干嘛过呢 好 为什么这儿一个人都没有啊 今天要教你做事 所以我教他们晚点到 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们说你叫潇洒哥吗 我不知道你有多潇洒 但这里凡事以我为标准 希望你明白 当然啦 你是我的直属上司 当然以你为准 这是你的位子 我想问你有什么专长 不是只会玩扑克牌吧 不是 我是在想 有什么不是我的专长呢 哦 好谦虚啊 潇洒啊 这么潇洒 就是我叫你做什么 你都搞得定 当然啦 你是我的直属上司 当然都听你的 这一楼文件 你要把所有的资料 输入到Database 一小时 一小时 我现在去开会 一会儿我要看到这一楼文件 放回我的办公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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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手机 啊 嗯 这里搞定了 你还有什么 要我做的 哎 想不到没关系 OK的 因为我今天早上忘了吃早餐 哎呀 我胃痛啊 我现在去吃早餐 你有什么事就答给我 吃早餐 我亲手做的 哇 很好看 喂我 啊 嘴张开 啊 嗯 好不好吃 比蛋壳汤面好吃 嘿嘿 要不要喝水啊 嘿嘿 哇 小北 你怎么学会做蛋糕了 难道爱情真的可以让地狱厨神变成美食达人 喂呀 你要吃我明天再做给你吃 你吃了我怕小大哥不够吃啊 没关系 都是夫人开心分享嘛 当然不行啦 孔子说过 男人的职责就是要捍卫女人为他做的食物 别这么小气了 给我嘛 别闹了 哎呀 哎呀 分给我一块 不行 小北做给我啊 你刚才都吃了一块 吃了一块啊 这现在已经不是小不小气的问题了 你要给我 那小北做给我吃的 你要吃自己买 给我 得了 哦 小南啊 我们去别的地方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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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喝 喝黑咖啡啊 很好啊 去水肿 你的朋友被你气走了 他又不会生气 更何况是我 你们感情很好啊 我跟小北就是潇洒的女朋友呢 就像姐妹一样 潇洒跟他女朋友在一起很久了 不是很久 才刚开始而已 不过他们两个呢 整天都要粘在一起 比稳能交还粘 粘人 不怕被人嘲笑 他们两个的脸皮都厚得要命 一个凶大无脑 一个呢 由自己很潇洒 一个凹一个秃 天造地设 你不拧你男朋友吗 没拍拖 那之前呢 不可能啊 你条件这么好 不可能没男朋友啊 因为你要求太高 所以挑不到 赶快找个男朋友吧 自己一个人很惨的 病了没人陪 出门又没人管 过年过节 看到别人双双对对 自己形单影支 情人节更惨啊 一上网看到别人 一直秀恩爱 都不是滋味啊 要不我介绍个男生给你啊 你还是先介绍给你自己吧 我有了 喂 先别走啊 你喜欢哪种类型啊 我可以帮你介绍啊 你喜欢刘德华那种 还是谢霆锋 最近流行送中街 或是你喜欢特别的 先往走来那种的 不是吧 你们几个没用的想害我 好 本小姐就陪你们玩 我的电脑啊 喂 我有个设计还没存 那怎么办呢 完了完了 哎呀我也没存啊 怎么办啊 什么事什么事 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们都不知道 刚才有好好的 你不知道 我请你回来干什么呢 跟我说我不知道 好 谢你十分钟 马上搞定他 快够了 小姐那边让开 快点快点快点 喂 有没有办法呀 赶快想一下 我们有什么可以写啊 没有啊 我也想不到啊 想不到就完了 会被骂死的 怎么办 小南啊 你是不是有办法帮大家 帮帮我吗 别傻了 我哪有办法 你们那封virus email太强了 快去 快啊 快啊 南姐 之前是我的错 是我狗眼看人低 我这次真的搞不定了 这 只有你可以帮我们 要是搞不定 我们就会不会炒鱿鱼的 我求求你帮我们 小南姐 小南姐帮忙 快求求你了 帮帮我们吧 哎 好吧 闪开闪开 谢谢你 小南姐 谢谢你 小南姐 谢谢你 小南姐 谢谢你 还好有你呀 行了行了 我上班是想好好工作 不是来跟你们玩 小学生的游戏 回去做事吧 知道 谢谢 谢谢 师父师父 各式各样任今选择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你开了 你去做 我都要找我 吃了 我很多人 你吃了 都要吃了 ussia 你吃了 吃水 什么事啊 师父 有没觉得师父对你不够好啊 哇 师父 这个问题摆明就是个陷阱啊 不是 认真的 那我就认真的好奇 为什么突然间问我这个问题 我三个徒弟之中 欧K仔最能吃苦 要沉得入气 你就是说我不能吃苦了 潇洒呢 天生就是个万人迷 只要这个世界有女人 她就能活下去 你就是说我没女人要了 喂 师父 干嘛突然都个圈子来贬我 就爱自作聪明 还没说到你呢 喂 那你说啊 说来听听 至于你呢 师父就觉得 喂 师父 你怎么这样啊 一说到我就没话说了 那马上把缺点表现出来了 就是冲动 什么 都说你都个圈子来贬我了 不是啊 是称赞 那你的个性呢是冲动 但是胜在够直 想事情够快 所以呢 聊聊天就能把人吼得很开心了 师父你别再说了 我脸都红了 你实话 那你的意思是 我适合做推销啊 推销也分很多种 要做最高级那种 南姐今天听你洗尘 吃什么你选 我想吃日本菜 有啊 路口刚开了一家超正宗的寿司店 日本人开的 保证满意 哇 那一定要去 你带路啊 没问题 诶 Dorothy 小南 天安电梯 等你 好啊 你怎么了 脸色很苍白啊 我OK 没事 还说没事 你看起来不像啊 我想我只是睡眠不足 嗯 睡眠不足也要吃饭 一起出去吧 吃饭 还是算了 不去了 你们去吧 那要不要买东西给你吃啊 我自己能搞定的 OK 那你自己小心点 待会儿见 坚持 加油 现在才来没水 难道老天也不喜欢我 我一定行 放下 放下 别动 闪开 这种粗重的工作让男人做嘛 你看你手臂那么细 怎么了 哮喘还是什么 你拉伤了 没什么 没事 这罐是什么 你的 就是营养粉啊 你拿这个当午餐 所有女人都想变瘦啊 怎么了 我不是在说想瘦的问题 想瘦是对的 但是你吃这些就是错的 吃了多久了 一分月 我以前做健身教练的时候 见过很多像你这样的人 运动又做 你懂不懂 你想减肥呢 绝对是对的 但是只吃这些 你会营养不良 会晕嘛 那天在桑拿房你晕过一次了 现在吗 我告诉你啊 上次在桑拿房 什么都没发生过 那桑拿房发生什么事了 那 反正我不管了 减肥是对的 但是其实最有效的减肥方法 是适量的运动 配合适量的饮食 你懂吗 嗯 行了 你不用多说了 信我就对了 我是金牌教练嘛 之前有人想上我的私人班 出生那天就开始排队 我看是你啊 不用排了 这么好啊 对 你是我直属上司 哪敢骗你啊 你是想敲我一笔吧 免费啊 第一档 第二档双倍 第三档不上 来 你闻 像不像 你耍我 第一档学吃杯面 喂 这是日本进口空运到岗啊 超市最贵的杯面 你闻 哇 汤多香啊 再看看用料十足 我自己都舍不得吃 给你吃居然嫌弃 你不是很讲究 什么健康人生的吗 这种违反你的原则了 没有 没钱也要靠杯面填饱肚子 但是我给你吃的原因 是我怕你晕 健康是很重要 但是你不吃东西 没有力气怎么练健康啊 对吧 私人送你的 不令收费 来 吃一口 怎么样 好吃吗 好吃 真的很香啊 我人之一惊了 小北送给我 我自己舍不得吃给你吃 你女朋友买的 是啊 饱了 不吃 吃两口就饱了 这种油炸的吃太多没好处 你刚才说 你以前是做健身教练的 是啊 很久没做了 为什么突然变成铺克牌专家 因为扑克牌呢 是我的兴趣 现在这样多好 可以用兴趣来赚钱 薪水也不错 也对 你不吃那我吃了 你不会吃我的口水吧 有病怕什么 蛇蚊我都不怕 我不是想吃你豆腐 我只是脱口而出 你自己吃吧 这包iendo 师父 一大清早带我来这样的高级会所 干什么 想教我怎么给凯子推销会集啊 先不用着急 看看有没有目标 不要走啊 我可以变个球出来给你们 不要走啊 陈公子 聊没没聊成了 我认识你们 认不认识我不动摇 放生他们多可惜啊 我聊没要你教 好玩啊 教我啊 雕虫小技 不烦你聊没了 好像有点本事啊 教我两招吧 我那可是商业秘密 不随便教人的 要钱是吧 说 要多少 你的外面打个洞都十万八万了 十八万八就行 不用再说 马上开支票 自己贴 爽快 连工带料整套给你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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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虫过去了 好 祝你成功啊 谢谢啊 对啊 怎么玩啊 教我啊 我下次教你更深的 好啊 师傅 刚刚那些小魔术啊 街坊福利会 十节课一百五就能学到了 经过你美化一番 那个凯子十八万八都很给啊 这个凯子无处不在啊 原来这个世界赚钱 真这么容易啊 你以为个个都是凯子 市场是讲供求的 拿着去卖的东西 不是个个都要的 要想天时地利人和 就拿陈公子来说 他刚刚撩梅失败 又刚好遇到我们 我教了他新招数 让他觉得 哇 要崇尚青天的那种感觉 才会马上开支票 所以说呢 什么都讲timing 你看这个老婆 隐形富豪啊 几百亿身家都穿成这样 你试试骗他百八十块 他追你九条街 所以说 你跟小男拍拖呢 也是讲timing 收到 全知道 timing很重要 你们没走真是太好了 有事啊 陈公子 没有 想多学两招 实用嘛 说了实用呢 我这个徒弟的强项啊 知道什么叫timing了 收tim 知道啊 师父 知道 知道 那 陈公子 我准备叫你一些 深入的 进阶的 保证你也无往不列 好啊 好 走了 那边 不可能了 死了二十几年了 神入冰 你以为你真的赢了我 尼、明 你以为你真的赢了我 你先走了 再约啊 走了 拜拜 我们好好练打 好 拜拜 师傅 没事吧 没事 不用一次交那么多给那个陈公子 慢慢地卖 能越卖越高 知道 你真厉害 谢谢你又交了我一招 最近 身体还好吧 你要找的 应该很快找到 有没有人哪 我好饿啊 有没有人 可怜下我这个上残人士啊 有没有人哪 有没有人哪 不是吧 有个上残人士自己在家里 自己来 哇 这些什么人哪 全都吃完只剩杯面 没关系 学了那么久 表现一下 行 好 来 喂 我在这里 觉得怎么样 你怎么会这样 觉得很不舒服啊 我失眠 心烦 气虚 血弱 是不是快死了 哪这么容易死 我拿药给你吃 别走 别留下我一个 剩下我一个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 我会害怕 大白天的 你怕什么 我陪你下去晒太阳 好啊 出来晒晒太阳 吸收新鲜空气 是不是好多了 是啊 不过这样看你呢 脖子有点凉 有点不舒服 这样 有没有好一点 忽然靠这么近 我的嘴又有点干 那你想怎么样 我想吃你 再说一次 我想吃梨 我想吃梨 我拿给你吃 好啊 我找到一个梨 你想不想吃啊 想吃 把皮削了给你吃 不用削皮 要削皮削了皮一人一口啊 不用削也可以一人一口吗 不要了 你好眉呢 OK吧 骗我 原来你已经好了 活该 还没死啊 还没死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怕你知道我好了之后 不再煮东西给我吃 不再帮我按摩 不再来陪我 我想经常见到你 好 道歉 对不起 答应我 以后不准再骗我 我答应你 以后就算骗了全世界 也不再骗你 你说的 我发誓 我做菜好不好吃 好难吃 再说一次 特别难吃 放个你 那干脆我做给你吃 你做 你会做吗 我说过不再骗你的 你给我三十分钟 帮你满意 好 行 行 好 你会做就行喽 好 好 好 看什么 你只剩三分钟了 好香啊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刚刚好 哇 真的三十分钟搞定 还有模有样的 满不满意 看起来是OK 不过味道就不知道 尝尝 好好吃哦 好吧 我现在正式原谅你 慢慢吃 不用急 真的没想到你做菜这么好吃 以后我做的每一顿饭 都是为你而做 花言巧语 我生病的时候 你不离不弃地照顾我 我只是尽一个男人应该尽的责任 那岂不是男主内 女主外 那你算不算亲口承认了我们的关系呢 我亲口承认 你做的菜好好吃 吃一口 你也吃 其实不一定是 男主内女主外 有什么需要帮忙 就跟我说 真的 最近我在帮一个大老板 找一批画 想找个人鉴定真假 你真的可以帮我 我有个朋友可以帮你 向医生 为什么带我们来这里 之前你给我看的那两幅画 我研究过一段时间 但是都看不出 哪幅是真的 哪幅是假的 所以特地来到这里 找专家帮忙 这家店呢 是专门帮客人表画的 他们同时也会帮客人 把旧画揭表 这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 三十年 我们也认为 我们的那幅画 也认为 那幅画 不准备 我们的这幅画 我们的画 我们的画 在这幅画 有点 但为什么最后那幅画 我们居然找到两张一模一样的 如果发现两幅画都有问题 你会怎么做 这里的师傅帮我看过这两幅画了 他说这两幅画不是揭表 也不是其他复制的方法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这两幅画 都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柄 有没有办法可以知道是谁画的呢 如果依据画作的纸质 也许会是一个线索 你多了一张附书卡 突然这么好 上次提到你那些姐妹 干什么 看着他们了 我对男的有兴趣 你什么时候变弯的 你是不是想看我马上再变直啊 还用看 干嘛突然问起我的姐妹啊 他们全都住一起 我想你去他们家里找点东西 但是我很久没找过他们了 还要去他们家 还有一点奇怪啊 好 行行行行 你想要什么我都帮你 那你想找什么 待会儿再告诉你 来 师父 拿着这幅画是不是真的能找到画画的那个人啊 画画的人通常会很注重有哪种纸 有些人为了出来的效果更好 甚至会专门定做 或者这样说吧 宣纸就是画家的个性 也就是找到卖纸的人 我们就可以找到那位画家 希望是这样 这里这么大怎么找啊 胖胖运气吧 两位你们好 想找什么 是这样 我们再找一种纸 你们有没有做 我老板很喜欢一幅画 是这种纸画的 想找人临摹一张 要不这样吧 可以去这家店买 我先打电话等着招呼 谢谢你啊 可恶的潇洒哥 都不来找我 上班上都把我给忘了 可恶 喂 你不要做不对 我高兴啊 你干什么啊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抱歉啊 有没有搞不错啊 不好意思啊 喂 小北 你怎么了 失魂落魄的样子 被你看见喽 瞎子都看见喽 你怎么了 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 什么事啊 你告诉我吧 要不然啊 我做你的贴身宝鞭跟着你了 我可以跟你说 但你不能跟别人说 我还能跟谁说 这倒是 还有啊 你不许笑我 拉高高 因为潇洒哥没在这里工作 我还就没见到他了 都说不许笑我了 你一直都是这样的 潇洒他换了别的工作 比较有前途 也可以这么说 薪水比较高 那你应该替他高兴啊 薪水更高 你还愁眉苦脸呢 你不会懂的 平时那些女人见到他 已经马上扑上去了 他现在那家公司的女人 漂亮能干 我又不在他身边 谁知道会怎么样 这种事你也避免不了啊 一个男人是应该有定力的 而且如果他是真的爱你 哪那么容易出轨啊 但是这种事很难说嘛 我知道自己没用 只知道我一个人在这伤心 你伤什么心啊 现在所有事 都是你自己幻想出来的 那这样吧 我陪你去他新公司楼下偷看 就知道他乖不乖了 还是不要了 如果让他知道的话 他会生气的 你不是担心吗 是啊 好烦呢 不行 我要相信我的baby助 我看你这种状态啊 真的很不放心 我先送你回家吧 不用了 麻烦你就不好意思了 我们是好姐妹 你还跟我这么客气啊 那这样吧 我送你到门口 我不进去 看着你走进去再走 好不好 好啊 有你陪陪我也好 进来啊 哇 你们家好大好漂亮 我想借用洗手间 我知道小冬小南他们不喜欢你跟我接触 但你应该不会残忍的 不借洗手间给我吧 那倒不会 在哪儿 在那边 你应该不会 在哪儿 在那边 你应该不会残忍的 不借洗手间给我吧 那倒不会 在哪儿 不借洗手间 你干什么呢 不辜负,没有力奉唤 偏偏啞人,失手的关头 仍没有去表白 谁人断开我拼担 才情愿不惜代价 谁害怕,牙内臭马 全也倒下 谁也共我对立,无人不担 拿开昨天一切,防掉牵挂 谁要让我醉下,还茶馆不断可停下 独行到绝对,你也不愿意